那些比方说确诊者的 那些医务人员 我是主张混打 抢先抛出疫苗可混打 台北上科文哲自豪的医学专业 要凭接种速度 但现在自家却被质疑 疫苗施打率不高 台北市在接种疫苗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积极 中央累计到现在给我们74万剂 我们到目前已经接种了53万多人次 翻出数据喊冤 但其实不止台北 看看数据截至11号 全台剩余疫苗比例 以台东南投4847%最高 疫情重灾区的双北数量最多 台北有23.6万 新北有31.2万剂 我也知道前段时间 75岁以上的施打 也碰上刚好一些报道上 对我们长者影响到施打力 被说接种率低 双北不能忍 因为这其中还包含中央记放 像是北市最新的统计 中央要给第7类施打 却放在北市的AZ 还有一万多剂 莫德纳有4.6万 新北也有7万多剂 明天我们可以把这个疫苗的 就是大家可能分配的多少 施打的接种了多少剩余量 还有多少 我们把它做的更细致 没有大家有所误会 摊开数字 陈时中要说清楚 但也确实疫苗有剩 是不争事实 双北也陆续启动 大规模接种站 北市花博14号起用 新北则是用展览馆 民众门口排队 甚至不惜一大早 从三丑板桥到五股施打 抢救施打率 只盼疫苗就算常排换 这景象能持续 TVBS选择立成一座 和新北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